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博友成 今天想各位分享一个话题 就是最近在中国新冠状病毒出现的疫情 那我自己是一个在学术界将近研究了二十多年 病毒的一位科学家 但是我也是个基督徒 所以我想今天借着我过去的一点专业的知识 想带进去一个福音的信息跟主题 借着这个冠状病毒的发生 以及它的生活史 来带出我们基督徒在这样一个动荡 不安的时间里面 我们应当如何去自处 以及如何来对待我们周遭发生的 这样的人事与物 希望能够从圣经这样一个原则 我们有一个符合圣经原则的形式为人 那我想今天先各位看到是介绍这样一个病毒 这个是新冠状病毒的它的一个卡通图 你看见它是一个外头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柱子柱状型的一个罐状的样子 你把它切开以后 你看见它的剖面图里头 它中间粉红色的部分 就是它的RNA的这个 genome 外头被覆盖着一层蛋白质 我们把它称为N protein 在它的外面黄色的部分 我们把它英文称为spike protein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病毒呢 就是现在我今天想要跟各位介绍的 那各位都知道 最近在中国的武汉 非常可以是疫情的中心 在这个武汉位居于中国 纵横南北大城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 而在武汉的市中心 一般人相信这是当时开始疫情发展的一个开始的中心点 而在这样子一个中心点 现在的感染人数已经逐渐骗不到全国各地 甚至在世界很多个国家也有感染的这个病例 那么在这个电子显微镜图里面 你看见这两个红色的箭头所指出来的 就是从病人的样品当中所看到的这个冠状病毒 它的电子显微镜的样子 那我现在这个图呢 是不是今天的冠状病毒 而是在2012年 在中东曾经发生过另外一次疫情 那时候的一个病毒 我们把它称为MERS Stands for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的一个Virus 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图里头 这个是一个圆形的 就是它的冠状病毒本体 这个外面一圈一圈一圈一个一个的这个样子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spike protein 右手边或者荧幕的左下角 这一大块是一个感染的细胞 你看见这个病毒在粘附在这个细胞上面 开始吸附准备来感染这个细胞 那么在其实在人体上面 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种的冠状病毒 我们在学术上把它分成 Alpha Beta Gamma跟Delta 在自然界在人物人体当中 就有这四种病毒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Alpha跟Beta的这种冠状病毒 只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健康的时候 这些病毒在我们身上并没有起出任何的作用 在刚刚提到的2012年 在中东所发生的这个MERS的Cololavirus 它是属于一种Beta的冠状病毒 还有在2003年在世界各地 特别在亚洲所发生的那个SARS 飞典病毒 它也属于BetaCololavirus 那么在2019年年底之前 那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的 就是有这六种病毒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冠状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把它称之为 2019 Novel Coronavirus 可能2019 NCoV 这个N就stands for Novel 表示它是一个新的病毒 那么现在还没有正式给它命名 说它是属于什么样的病毒 所以我们就用2019 NCoV这个代号 来说明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 至少七种冠状病毒 可以来感染人类 我想今天跟你分享的是 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疫情 说有两万多人确诊 或者是疑似的症状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什么叫做确诊它的意思 确诊比如说你到了诊所以后 医生帮你来当体温 看看你的打开你的嘴巴 叫你嘴巴张开 有没有发炎 红肿 就说你是得了病毒感染 或是没有 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非常严谨的 但是非常快速的一个检测方式 在英文上面我们称为RT-PCR 它的全名叫做Reverse Transcriptase 或是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是一种聚合酶的连锁反应 那么在这样一个连锁反应当中 这个已经是目前公认的 我们来检测病毒 是不是能感染在身体里面的一个方式 这里面我所看见 你看见两条的蓝线 这上头的这条蓝线 就是现在武汉病毒 它的基因的图谱 下面这个蓝线呢 是SARS的基因的图谱 在这里面你看见 有几种不同的蛋白质 或者它的基因被标打出来 ORF1A ORF1AB还有SEMN这些地方 我不进入到它的学术的 它每个基因它所代表的意思 但是我想跟你告诉各位说 在筛选在检查这些样本的时候 第一个他们第一次做的初步的筛选 会用一段RNA的 我们称为primer来检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阳性的反应 如果是的话 我会进到第二个确认型的 这种acid的方式 会来继续测这第二段的地方 如果这两个都是呈现 阳性的反应的话 我们说这个病人 他是确实感染了病毒 这个方法其实已经 比我们传统在维生物里面 我们要做培养 好几天的时间 已经来得非常快速多了 整个的流程 这样子两个步骤做下来 可能五到六个小时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结果 所以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们讲到一个病例的确诊 它所代表的是 这个人有这样子的病征 而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或者它的症状 却不是我们现在 从确诊能够看得出来的 在这个图形上面 各位可以看见 这样子一个蓝色的球形的东西 这个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 MERS这个virus 黄色的是人的细胞 所以在这个电子显微镜里面 你看见蓝色的这个病毒 正在感染黄色的细胞 那么这个病毒它有多大呢 这个病毒它的基因图谱 它的大小是三万个base pair BP我们就是像一个测量的单位 我们先不管这个单位的名字 就把它当成它是一个测量的单位 它就有三万个base pair 那我们的人的基因图谱有多大呢 是三乘以十的九次方 三十亿 所以如果我们来做一个 很简单的数学的话 你看见我们的Colonavirus 它的基因库的大小是差不多三万 而人 我们的基因的图谱的大小是三十亿 所以你来做一个简单的数学的话 三乘以十的四次方 除以三乘以十的九次方 你会看见它的数值是一乘以十的负五 也就是说 这个病毒其实非常非常的小 在三乘以十的九次方 这三十亿的数字前面 简直是微不足道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思想的话 这么小小的一个病毒 却在我们身上造成这种灾难性的毁灭 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话题 这么小的病毒 却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危害 那么它的传染途径呢 我想用SARS在2002年的这个非典 这个病毒我们来做个例子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 当时他们认为这个样的技术 主要是来自于蝙蝠 所以很多人看见网上里面的报道说 因为有蝙蝠 所以是不是人吃了蝙蝠 或是蝙蝠钉了人 所以蝙蝠就直接跑过来 钉咬了人 所以人就感染了呢 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通常这种感染的方式 通常是会有一个叫做中间技术 这是另外一种动物 通常是这个蝙蝠 它可能先感染了这个动物 可能经过很多次的感染 而这个病毒在这个中间技术里面 产生了变异 变异以后 有一天 它突然可以成为 从这个中间技术 成为感染人的这样子一个病毒了 那么最后在人的身体上面 最后变成又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发生 所以通常很少是从外界的野生动物 直接影响到人 而是经过中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流行病学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很重要的就是能够看到 到底什么是现在的中间技术 我们要能够把这个感染源能够找出来 可是现在很不幸的 我们现在并不能够很明确地知道 说它的感染源到底是什么 只是现在在人所分离出来的这个病毒里面 我们检测它的顺序 它的基因数 这个顺序 它基因图谱里面说 它有80%像来自于蝙蝠的这个病毒 但是不代表是蝙蝠的病毒 直接来感染的人 所以因这样子我们可以看见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寻求 到底colonavirus在我们的周遭环境里面 这个病毒的感染源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做的 就是做最大的一个自我的隔离 防止我们再来做这种传播 可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各位可以看见 这是一个急速发达 交通非常便利 大家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就可以来回穿梭在世界各地的 这么一个地球村 所以虽然在国内有产生这样子大的疫情 很多时候加拿大 美国 世界各地 也并不能够幸免 以至于我们必须在各个国家 在世界一起来联合 做一个联合性的这样子的防治 所以在很多的防治系统里面 我们看见我们要经常洗手 因为我们的手上有很多很多的病菌 然后如果我们打喷嚏 我们咳嗽 我们希望能够沿住我们的口鼻 通常这个飞沫大概传染差不多到喷造一公尺 它就会掉到地上 而这个病毒它附在这个水滴上面 它掉到地上以后干燥以后 其实这个病毒很快也就死掉了 所以戴口罩它可以避免这样子一种飞沫的传染 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 这种飞沫传染并不是说每一个飞沫里面它都是病毒 或者是在空气里面每一个空气都充满了病毒 而是在长时间在一个密闭不通风 人口人员非常多的环境里面 有一个人感染 然后不断连续地暴露 才有可能我们会受到感染 但是不论如何你可以看见 今天只要有一个人感染 在有型学上我们称为patient zero 是第一个感染的人 他感染了很多不同的人以外 如果其他的人在继续到处流动 这个人可以就感染下一个人 然后他就感染其他周遭的人 以至于这个病情就这样子一步一步一步地这样子扩大了 所以各位看见我们的自我的防治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这样子一个patient zero的观念 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找出来 先开始找去再隔离的话 我们可以减低后面很多很多传染 人与人之间传染的问题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 我现在带回到我们属灵的信息里面 我们刚提到病毒有这种patient zero 那么在我们的属灵上面 我们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所谓的属灵的病毒呢 我这边把它创造了一个名词 叫做self-independent nature disease 就是各位看见是一个sin 这样子一个属灵病毒 我们想问一个问题是 那谁是这个patient zero呢 在圣经里面 我们曾经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 上帝记载 亚当和夏娃因为受到蛇的引诱 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 在这样子一个堕落的情节里面 他们犯了罪 从此以后所有的人都感染了 或者是都受到了这样罪的咒诅 好像我们有这样子一个 属灵的罪的这样子一个病毒 而这个堕落最基本的简单的定义 就像我们在费城 1776年7月4号 我们曾经美国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 他们要离开英国独立 美国的13州要成为一个美利坚合众国 所以他们的独立宣言 他们宣告脱离英国而独立 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堕落 我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独立宣言 在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宣告 我们要脱离上帝而独立 而这个独立宣言所宣告的结果 就像刚刚我所提到的那个patient zero的概念 带给人一个灾难性的一个毁灭 在圣经上我们把它称为是罪 它进入到的世界里面 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 它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所以当一个罪进入到这个破碎的 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 造成这个世界的破碎 因着死亡也来到了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如果我们把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我用这个方式来给你们表达 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如果我现在把它改换 你可以在荧幕上将来会看见 不同的红色 蓝色 黄色 绿色的字眼 我现在就把它一个把它去换代替下来 我就写出下面这样子一句话 用冠状病毒的生活史来描述 就如病毒是从一个肺细胞入了身体 肺炎又是从病毒来的 于是肺炎就临到了重细胞 因为重细胞都感染了病毒 也就是一个小小的病毒 进到这样一个人身体以后 带来灾难性的毁灭 而一个小小的罪 看起来一个很小小的罪 进到了这个世界里面 也给我们带来一个灾难性的毁灭 就让我想到在三国时代的刘备 他临终之前 他最后鼓励他的儿子刘阿斗 告诉他一句话 他说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虽然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 看起来好像很小 但是他进到世界以后 他所造成的结果 好像今天我们看见 这个病毒进到我们的人体 对这个我们的人 我们的社群 我们的社会 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一个迫害 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罪的工价乃是死 所以现在我们看见 在这个世界里面 这样子一个属灵病毒 所带来的死亡 就是因为这个罪的病毒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在挟制我们 在压制我们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 这个死的捆绑之下 因为罪的关系 所以你看见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人际关系有疏离 我们科技文明的焦虑 我们道德文化的这种滑落 自然生态的破坏 以及在世界各地 我们看到这种生命 共同体所产生的 生老病死的无奈 以及我们身体心灵 面对这样子一个无助 产生的恐惧跟恐慌 而这都是因为 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而罪所带来的结果 它这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 也让我们开始对人 产生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对待 看见每一个人 他的破碎 但是很多时候 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破碎 所以人人自为 人人自保 就形成了很多很多 在这个社会当中 人际关系疏离的 这样的现象 所以面对这样子一个 破碎的世界 我们很想问一个问题是 破镜可以重圆吗 这样子一个破碎的地球 有没有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把它复原呢 如果各位使用电脑 你知道在电脑方程式上面 我们有一个key 把两个放在一起 叫做Ctrl-Z Ctrl-Z的目的就是 取消 撤销 可以回到从前的步骤 所以面对这个破碎的世界 有时候我们在想 有没有一个Ctrl-Z的方式 我们可以回复到 原来在没有罪恶 没有疾病 没有痛苦 没有眼泪 没有死亡 阴影的环道之下的 那个生活方式呢 答案是有的 圣经告诉我们 其实是有一个Ctrl-Z的方式 因为圣经在罗马书 第五章18到19节 它这么说的 如此说来 因为一次的过犯 众人就被定了罪 照样也因为一次的异行 众人也被异 被称义 能够得到生命 因为一次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因为义人的顺从 众人也就成为义人了 所以神使用了一个 非常独特 又充满恩典的解救方式 就是用耶稣基督 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用耶稣基督的待人赎罪 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 来翻转这个被罪所挟制的 这样子一个破碎 而充满死亡的世界 而基督的复活 它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上 划时代的翻转 因为死亡 再也不是人生最大的赢家 死亡他再也不能够 雄霸一方 来威胁我们每一个人 因此基督的复活 所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 一个翻转 所以面对这样子一个破碎的世界 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 它终究要败亡 就像这个墓碑上面一样 如果我要为这个墓碑 为这个世界来写下这个墓制名的话 我可以用三个最简单的单字 来把它加以描述 就是忙 忙和忙 第一个迷茫 是因为没有方向 它是一个道路的问题 第二个眼睛的忙 是因为我们没有目标 我们没有一个指引 所以这是一个真理的问题 第三个忙 是因为我们没有目标 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 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 所以你看见 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 所面临的三个极为困难的处境 我们的方向 我们的指引 我们的目标 但是在圣经告诉我们说 其实是有解药的 是有疫苗可以来处理 我们这种属灵病毒的问题的 而它的解决方式 就是道路 真理 与生命 所以主耶稣基督 他曾经讲过这句话 他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如果不借着我 就没有人能够到父 那里去 所以耶稣基督 他所提供的终极的答案 他所给我们提供的终极的解药 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的 Ctrl Z 也就是用他的保血 用他的牺牲 用他的生命 借着他的十字架的功用 他在耶稣基督里面 为我们造了一个全新的人 所以圣经上说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希望我们这次能够 从冠状病毒的 这样这个疫情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其实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有另外一个 属灵的病毒 我们也更需要去关注 虽然冠状疫苗 现在还在积极地开发 它的疫苗 希望能够来 遏止 或是来治愈 这些被感染的病人 而我现在向各位 来分享的是 其实主耶稣基督 他的疫苗 这个疫 是不是疫情的疫 而是人意道德的疫 耶稣基督的疫苗 其实他已经 丰丰富富 白白地给了我们 我希望每一位 我们都能够接受 耶稣基督 这种属灵的疫苗 来治愈我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 来感染我们的 这样子的属灵的病毒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来跟各位提供 希望大家能够 从这个方向 一起来深思 谢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大家的观赏